一二三四 他愛我他不愛我 不是那個要拿花瓣 老師我再算 今天台北股市又是一個開高壓低盤 其實過去這一兩週以來 好多天都是開高壓低盤 你看雖然開盤是上漲了192點 不過整個台股來講 好像只有鴻海金融股 他們的漲勢比較整齊比較順 很多的股票 包含整個大盤在內都是開高走低 所以來說這一陣子進場買股票 像今天幾乎都是輸錢 老師現在這個盤到底要怎麼樣買賣 才能夠看極 最近我一直跟大家講一個重點就是 區間震盪不要過度去追高 那所以你現在就是要追著資金的方向 找到新的主流逢低布局 比如說像我們上個月初 最早領先市場跟大家分享的 銀劍類股是不是全面都起漲 我們分享的六檔股票 你看長榮鋼 遠雄 永信劍 冠德 上藥還有泰社 今天是全面上漲 其中你看遠雄還有永信劍 波段漲幅都已經45%以上 冠德 長榮鋼今天去再創新高 不過老師 他的上藥跌了5.6% 你的重力摔 怎麼這樣 我剛剛不是才強調一個重點 不要追高 所以如果你是不追高 其實上藥即使今天下跌了5.6% 還是賺錢 那銀劍股講完了以後 其實我們不是有慢慢跟大家講 你重心要慢慢轉變到 比如說像半導體通路商 我們有分6檔 分強6檔 半導體通路商的部分 你看起來也是緩步慢慢的 就要漲起來了 包含像今天的至上紅翼股 今天收盤都是再收近期的新高的 所以證明了 投資股票你就是要逢低布局 特別是在這個階段 你不要過度去追高 你過度去追高的話 反而賠得夫人又折兵 賺不到錢 反而買了一堆套牢的股票 那盤面上我認為最重要的 逢低布局的重點在哪裡 高值利率 高值利率的股票 絕對是值得大家 現在目前盤面上最值得 留意的一個重點 所以到底還有哪一些 高值利率的股票值得大家留意呢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節目 記得訂閱分享並加我的LINE ATT 為什麼要這樣抓來抓去 你老師有聽過一句話嗎 什麼話 末天全金條 現在買的衣服沒換掉 什麼都賺不到是不是 歡迎收看今天的頂級操盤手 我是想要抓金條的德宇 哈哈哈哈 對這個我身邊抓給你看的 抓給我看的頂級操盤手 我們百萬導師 我們的何積頂老師老師好 大家好我是何積頂GD老師 老師為什麼說現在是半天全金條 買衣服沒換掉 你看開高走低盤難做 不好做 因為一開高可能很多股票都漲完了 對 那漲完了以後你跑去追 可是你又不知道會不會繼續漲 你又說擔心 會不會漲了以後就回不來了 所以最近的操作很容易傷身又傷心 對傷心真的不太好 真的那怎麼辦 最近這樣的盤子到底應該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看多 那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重點是怎麼操作 來我我先問德宇一個問題 好 12減4是多少 12減4是8 12減4是8 對 錯 12減4是8 其實對一半啦 蛤 為什麼答案是8我認為是 對啊 答案是8我覺得只能對一半 為什麼 因為你12減4按照建構式數學來看的話 你12減4要變成10加2減4 為什麼要這麼複雜 10加2你要先把12變成10加2再減4 那你用10減4有沒有很簡單呢 對小學生來講10減4哇6耶 所以10減4等於6的話 6再加2不就等於8嗎 明明12減4就好了 為什麼要這麼複雜呢 那我就問你嘛 股市有那麼容易嗎 沒有啊 對所以我要講的重點就是啊 其實啊 你我都看漲 問題是他怎麼漲 你突破盲場了 對不對 你可以很簡單的說 12減4就是8 大家一起來發啊 那重點是 行情不見得是照你想的一路向上 他有可能是12減4等於10加2 再減4 然後最後變成6加2 等於8 最後的終點都是8 可是你看他經過了兩個步驟 也可能是三個步驟 四個步驟 才達到我們要的終點 對耶 所以我今天要特別跟大家分享 12減4等於8 是這個原因啊 就是你我都看漲 重點是他是怎麼漲 怎麼漲很重要 你要知道他大概是怎麼漲 如果說 比如說像去年11月3號 我一直在講 我那時候是看V型反轉 那V型反轉那個時候 為什麼說V轉 然後就一直做多 一直做多 就對了 那也如同我講的就是一直漲一直漲 那個時候位階低啊 你了解意思嗎 那現在呢 現在位階是多少 現在台主是不是已經在2萬之上 已經快要快要2萬1千了 是啊 今天收到2萬5百多了 對不對 那所以呢 現在位階比較偏高的話 你期待他會每天大漲漲不停嗎 不會 難免會有波折嘛 所以你也看漲 我也看漲 重點是怎麼漲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認為是震盪走高的機率會比較 所以老師真的是 去年11月以來的那一波 你跟我們講說噴出要暴勞 但是現在變成區間震盪 你就跟我們說要節彎取值 對沒錯 所以還是我覺得還是區間震盪 就是慢慢漲上去的機率會比較高 那至於如果說你沒有信心 比如說每天都開高走低 你一買就套一買就套 你沒信心我們還要再看一下 大盤到底是多還是空 是不是如同你跟我想的一樣都是多 好大盤來看一下 先看稻窮指數 稻窮指數的話 其實我們會發現 其實台股的技術線型 確實比美股強很多 你看到稻窮指數的部分 他其實在這一波的下跌 4月份的下跌當中 他既跌破了月線 也跌破了季線 直到上個星期五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失業率高於預期 那個非農就業那個 3.9%失業率 比預期的3.8%來的高 非農就業也比預期的來的不好 那就代表說美國經濟沒有那麼不好 那證實上個星期報的講了什麼 不寸息 根本就不太可能生息 因為經濟不好你怎麼可能會 生息 既然不會生息的話 市場的步調就還是繼續怎麼樣 要往降息那個方向走 你要往降息那個方向走 我們再搭配看一下物價的部分 布倫特原油有沒有大漲 他已經跌破每桶80美元了 對 布倫特原油就代表國際原油 那最近不是大家說 加油等等喔 有沒有 因為有報紙在寫 油價會跌 油價會跌 通膨是不是慢慢收到控制 通膨慢慢收到控制 更加確認美國不會生息 那這有什麼好處 大家想看 我們台灣的利率 台灣的利率是不是不到2 1點多而已 對 那美國的利率現在是5.25到5 你說這個利差那麼大 要是你是阿兜啊 你會不會想說 那我乾脆把我的資金全部會會 我到美國存錢算了 5.25到5之間的%利率 我直接存錢都比你在台灣1點多 還來的好 那如果美國不生息 或者是降息 然後我們生息 那利差是不是縮小利差 縮小利差了 那個外資是不是對台灣的資金 台灣的貨幣就比較有興趣 就要不然之前利差一直那麼大 我乾脆我就去買美元 然後我去存錢就好了 所以前一陣子你看 包括在台灣的市場也是 美元定存啊 一堆銀行都在推 對好 那現在這種狀況被打破之後 那外資就不會 一路的在賣台幣 不會賣台幣 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這都一連串 我跟大家講的是邏輯性 一連串的 有沒有看到 新台幣是不是開始 往下叫做升值 新台幣升值代表另外一個意義就是 外資慢慢回籠了 外資慢慢回籠以後 他遲早會買台股 那台股的部分我們從技術面看 這一波真的走勢比起美股還要來得強 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的美股道琼 跌破月線 季線通通都跌破 只是上個星期出現了經濟不如預期 大家覺得會降息 他才回到季線 那通常在季線會有什麼 反壓 對 通常第一次碰季線都會有反壓 你要確認他是不是站穩季線 觀察三天 三天 所以這三天美股震盪 如果說他震盪持續的收高的話 美股就噴出了 美股噴出的機率高 那美股噴出的話 相對於美股強勁的 台股 你看我們台股 碰個季線連摸都摸不到 直接就回去向上 我們沒有跌破季線 就摸 對沒有摸 是很接近 跌一千點那一天 很接近 非常接近 就差那麼一咪咪 馬上就收回去 我們再觀察2萬點的關卡的話 2萬點跌破之後 1 2 3 4 5天 就拉回來了 到現在還在2萬點之上 代表說2萬點看起來是蠻有撐的 好那這樣子 不就答案出來了嗎 台股就是偏多了 那台股偏多 重點是我剛講的12減8是多少 12減4是多少 是8 但是他有可能過程不是直接等於8 也有可能是10加2減4等於6加2等於8 沒錯 所以他我們都看漲 他可能是這樣漲 而不是這樣漲 這樣聊一些意思嗎 如果你是12減4等於8的話 他就是這樣漲上去了 但是如果是10加2減4等於6加2等於8 他就是這樣漲 我小時候如果遇到你的話 我數學可能就比較容易及格 是嗎 好啦 那我們再看一下 其實這禮拜我認為已經也沒有什麼 太多的經濟數據會干擾台股了 所以這禮拜是比較安靜的一個禮拜 這禮拜我覺得最重要的可能 其實也不太重要 就是蘋果的發表會iPad 通常iPad發表會 我覺得不太會有什麼太大的波動 比較在意的應該是iPhone 對 如果說要比較有總金數據的影響 我認為是到下個星期了 下個星期三有美國的CPI 還有台灣的期貨要結算 所以會比較刺激一點點 所以這一個星期大家不用擔心 它是震盪震盪走高 今天台股開高走低 其實我在我的LINE上面 已經提醒大家了 不要追高 老師你說了什麼 你看一下11點54的時候 我說今天台股有可能會開高走低 真心的建議不要過度追高 有沒有 早上中午11點54提醒大家 是不是 我當然有講重點在哪裡 高值利率 你不要去買 買比較追高的股票 你要去找殖利率比較偏高的 然後打底完成的股票 你要去挑一下 你看一下台股是不是一路往下跌跌跌跌 從11點11點我們提醒大家說 一路還在偏高點 然後就一路往下 對 那你會說這跌下來了才跟大家分享 沒有其實如果你是我們的團隊成員的話 我更早講 我們來看一下10點27分 10點27分我發口訊 我就說 漲勢過度集中 那時候我在看 那時候我在看 漲勢就只有在金融股 紅海 廣達 我看到廣達好像也不太行呢 慢慢開高之後收 ног 所以我就提醒我的團隊成員我說 今天開高走低的機率非常高 我們等待尾盤又跌 在考慮幾場減便宜 沒有錯吧 10.27 這句話 這個簡訊真的非常的有底氣 也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不追高 我們就不怕開高走低 第二個我們手上之前逢高獲利 有拿一些現金在手上 我們現在是等著進場減便宜 對沒錯 你看10點多 10點多在哪裡 在高點 10點多在高點 我就提醒我的團隊成員 今天會開高走低 我應該沒有辦法 我還是要先照顧我的團隊成員 我團隊成員寫完之後 我才寫訊息給大家 就是LINE的好朋友 那當然如果說 你覺得盤中有任何的問題 我認為你如果說不清楚 不明白 還是先加我們的LINE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這是GD老師免費的粉絲團 對沒錯 加我們LINE 因為你看我在盤中的時候 就會觀察很多變化 比如說像紅海 紅海確實今天真的是強 16年新高 16年新高 我看他的價位 可能真的要走到 讓郭台銘可以安心的 放心的退休的那個價位 他今天盤中是168.5 不過現在網路上 一片喊聲 海公公 或者是海哥 5月份 這個月200 沒問題 大家現在都講說沒問題 可是他已經提前退休了 好啦沒有關係 今天除了紅海漲勢比較零利 跟比較整齊之外 我認為還有金融指數 尤其你看股力發放非常大方的 中信金已經連續漲停了 但我覺得金融股你要去追 我覺得也是怪怪的 我認為金融股很好 我一直覺得金融股是好的股票 但是真的不適合追價 不適合追價 他其實比較適合慢慢買 慢慢買逢低買我認為會比較好 金融指數不用說 你看到什麼金都在漲 漲多漲少而已 什麼金都在漲的話 就帶動我們的大盤 就跟著向上了 其他股票的話 你看一下廣達的部分 有沒有 開高本來覺得 很長的一根避雷針 蠻長的 台積電的部分 本來以為他會突破800塊 結果也沒有突破800塊 還在775跟800塊之間 區間的震盪 所以我們最近一直跟大家講 一個重點是什麼 就是 跌 買不跌 漲 賣不漲的 所以最近如果漲起來的話 你應該是偏賣方 然後你要去買什麼 不太跌的 大盤跌 你去買不跌的個股 大盤漲 你把不漲的個股賣掉 對比較偏區間的話 當然 行情我跟你講 理論上跟實際上是有點差別的 理論上是 看起來是這樣子 我們畫區間都是這樣 那真實的區間它可能是這樣 你懂意思嗎 這樣 那不是這樣 老師你這樣很像外單公 外單公 好所以區間震盪的話 我一樣是建議逢低買進逢高賣出 但如果你要比較積極一點的操作的話 你看低買高賣如果賺兩波的話 實際上你積極的操作 你逢高還能賣出一些 過去的主流股 你就可以賺四波 這叫做更積極的操作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之前跟大家講過了 好那主流股一波一波 你當然要賣高的主流 過去的主流 過時的主流 你懂意思嗎 就是過時了 比如說像中店 華城 華城今天是不是又在跌 中芯店是不是持續的在跌 越來越低 其實我不是故意要唱 所以我們已經講很久了 我們從他高點開始跟大家講說 你現在有賺錢 那個時候比如說像中芯店 可能在200出頭的時候有沒有 200出頭的時候我在這邊我提醒大家 我建議你啊 趕快賣掉 你手上有的話你應該還是賺錢 有賺錢趕快把它賣掉 如果你沒賣 然後你就一路看他一路跌跌 我真的也沒花多啦 我記得老師那時候是提醒大家說 你觀察一下 如果他真的講不動了 你要考慮在高檔先獲利一下 那你看四店是不是也是一樣 高檔你看高檔怎麼震都震不上去 還收了一堆上影線 我那時候就提醒大家有高檔 這時候你還偏高位階 我相信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四店也應該都是賺錢的 你賺錢不趕快賣賣 你看你一路抱抱到現在 我都不知道你有沒有賺錢 所以操作策略很重要 對就是高等要賣出嘛 那當然壓力更慘 一路往下破底 勢如破竹的破破破破破破破 對吧沒有錯吧 那你看一下我們中芯店 我看到那麼高的 又是old fashion的 我當然是建議我的團隊成員 騎貨有沒有 204賣出 我們先做避險的操作 操作 那204賣出的話 你看有多少價差 26塊到現在已經26塊價差了 26塊價差後 一口就可以賺5.3萬 保證金5.5萬 我就可以賺96% 對 這樣夠多了吧 夠多 那我們專做期貨的團隊成員 你看中芯店直接就是獲利113萬 那是前幾天 而且他這個時候還沒收盤喔 對然後再來看到 那一天上星期五 他回顧我是144萬 那到今天大家想看 今天中芯店有漲嗎 我想看 其實中芯店一樣差不多是144 對在低檔的位置 因為差不多低檔位置沒有變化太多了 好所以一樣就是144萬 那不就是百萬贏家嗎 那你看我們又是有辦法 就是想盡辦法幫我們的團隊成員 達到百萬贏家的目標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策略跟規劃 操作策略不管是做多做空 只要你用對方法 其實都可以成為百萬贏家喔 對沒錯 那當然還有什麼高位級的股票你要留意 什麼 我認為是散熱 哦 散熱今天比如說像齊鴻 他就是開高走低 而且他本來是一度要突破前高的一個味道 他本來要創新高耶 對但是 因為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同一個類股族群 你不能只觀察同一檔 你要觀察很多檔 比如說齊鴻大家會聯想到就是 雙鴻 雙鴻今天有沒有要創高 他連創高的意思都沒有 就穩在盤 就是大概昨天的收盤價附近有沒有 應該是星期五的收盤價附近 就震盪震盪怎麼樣都上不去 所以我覺得散熱是有一點點問題的 在看到勵志的部分也是喔 最近都漲起來我不是故意跌很深 然後去唱衰他的冤枉大人啊 我只是建議大家這邊漲起來有沒有 有獲利的趕快獲利 漲不上去的你趕快獲利 了解我的意思吧 是我有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除了看個股的高低位階 高低基期跟殖利率之外 是不是也要去留意他整體族群的表現 如果整體族群只有他獨強 或是他獨弱的話 其實你可能要再看一看 你真的要小心要留意 而且說真的散熱 散熱難道他自己可以出貨嗎 不行啊 散熱他幾乎都是裝在 要嘛你就裝在筆電裡筆電裡頭沒錯 要不你就裝在PC 要不你就裝在伺服器裡頭 你看到現在伺服器的股票 有沒有都漲得不太強 都一直往下跌 技嘉其實他營收超級好的 但是就是漲不上去 他就是我們教大家的一個利多不漲的一個例子 再看到偽創的部分也是在低檔 那你說老師這是不是橫盤走 比較偏低了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觀察什麼 KD指標 KD指標現在是偏高還是偏低 他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喔 一直往上他可是他股價沒有往上 這時候你就要留意 我會比較建議等到他下一波往下 而股價沒有再跌破110塊 那個時候 也許是比較好的一個進場 所以就骨架適合在那個時候用KDD 對對不對 那現在是KD漲起來的 股價不漲 那就會有點疑慮啦 好那再來圍影也是一樣 圍影你看他的KD一直在往上 但是他股價沒有什麼太一直向上突破的一個味道 好像在這邊震啊震 而且你看他那麼多的那個天線 其實他往上衝之後又壓回的 對好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是 散熱他不可能獨自存在 他一定是裝在什麼 要嘛就是裝在PC 要嘛就是裝在伺服器裡面 那伺服器不好 你說伺服器拉貨的動能會有多強 沒有多強 但有的時候投資股票還是有點耐心 比如說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紅機好不好 好紅機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喔 我們也開拍過我們有就是有嘛 對啊 但是我不知道你現在手上還有沒有 老師你還有嗎 我們還有 喔 對那也就是說你會發現 這一波跌下來有些人也在留言說 老師你這個股票已經不行了 但是你堅持不住你自己出掉了以後 你看你是不是堅持不住 真的挺損的 你受不了了他就這樣漲起來了 那跌下來之後反而縫低 我們就覺得說不定是新的一個滴滴的進場 你看這邊KDD加碼加碼後續不是賺更多嗎 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投資股票你要有耐心 有的時候又是回到剛才問題了 12減4是多少 12減4A等於8 B等於10加2 你學聰明了 -4等於6加2等於8 重點是12減4不會一定是直接等於8 他有可能會繞了一圈最後等於8 這樣子了解意思嗎 就好比說你要去這樣好了 你要去宜蘭 你不是只有一條路 你可以走書 你可以走很多條路 但是最後你的終點站都會到宜蘭 一樣的道理對不對老師 對沒錯 好那我們剛剛看到比較高的 那有哪些低位階的 其實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我們講很久的銀件類股 銀件類股不能移的話 你看6檔股票6檔股票幾乎全賺 曹龍剛我不想講一下 越走越高 越走越高 一直向上墊高 遠雄今天也是在收高 其實這整個波段我們從60塊 60塊跟大家分享一路到哪裡 現在已經90了 已經快要50%了 這根本就是張學友概念股 張學友我愛你 張學友我愛你 沒錯 應該想到遠雄我就想到張學友 對不對 然後現在大家都想辦 兩根漲停又再創新高 永興建也是一樣 但現在高雄那邊的房市 現在以前我們都是買房子 都是沿著什麼捷運買 現在都是沿著台積電買 對 今天我有聽到一個 蠻有趣的一個 新聞 調查 你知道半導體的工程師 平均年薪是多少嗎 半導體工程師 好 那個 400萬 400萬 好啦有點高 200萬 209萬 那平均 是高跟低 平均起來 就是高的加低的加起來除以2 對類似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更高的 也有些低的 那低的可能100多到200 那100多到200的話 這些人可能是比較菜鳥一點 比較剛入社會 剛開始當的 就100多萬 而且好像根據他們負責的 職務的不同 收入也會不同 還有你在哪一家公司 你的薪資 你的獎金 你的分紅 也會不一樣 對 那也就是說他們平均是200多萬 其實大部分很多人 是超過200萬 都是300萬 400萬 500萬 那年薪三五百萬 你說買房子有沒有比較容易 有啊 房子兩三千萬 對他們來講 光是頭期款就比較容易達到 很容易就達到 對不對 再加上分紅 對 很容易的 好所以現在台積電那邊 高雄廠商市的話 很多現在工程師都去搶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工程師其實工作時間非常長 所以他們 因為像我有親戚 在台積電 所以他其實不太願意花太多時間 在交通往返上 他希望下了班 就能夠趕快回到家休息 或是擁有個人的時間 對 所以他們都會在周邊去找那個房子 對 不會找太遠的 好所以用興建 就蠻值得大家留意 但是已經長那麼高 我也不建議大家再去追了 那冠德也是一樣持續的長 長不停 對不對 這中間一路向上 不斷的向上墊高 你再去追高也沒什麼意思 那泰色我認為這就是 哦長不太上去 如果長不太上去 比如說你再給他一天時間 長不上去就趕快賣掉 那上藥的部分 我們已經看他出現了什麼 三根漲停板了 那當然我知道大家心中的疑問 今天 商藥集團 跌了半根 都蠻慘的 商藥集團5.6% 今天跌是跌的蠻兇的 他上市是 一個集團 五檔漲停 一個集團五檔漲停 那重點是什麼 我就說不要追高 你看一下 今天好了 我們先看今天的價格 好今天多少 今天的價格是多少 今天是21.05 21.05 好不好 21.05的話 你看一下我們的價位 19.95 我們的價位 18.6 有輸錢嗎 沒有耶 沒有啊 所以我說逢低進場是很重要的 再來呢 有粉絲朋友 在留言板上問我說 老師永捷怎麼辦 永捷 永捷同心怎麼辦 兩根疊下來了 怎麼辦 而且很粗的那個大黑K 對 那還有 也有問我 四季怎麼辦 坦白說這兩檔股票 我已經先出掉了 我也不知道你該怎麼辦 來 5月3號 上星期五我看到逢高 開高走低 我不說開高走低 我竟然都認為會開高走低 長不太上去的 我當然是先出啊 先獲利了結 四季獲利了結 永捷獲利了結 全部都獲利了結 都5月3號 好朋友這就是為什麼啊 我有時候提醒大家 就是說你看節目 你如果老師的蓋牌股 你用猜的 猜對了 恭喜你 猜錯了就很糟糕 那如果說你是拿到資料 或是你猜的股票 其實你自己去操作的時候 停歷停損點 你要自己設好 因為我們的會員朋友 其實老師進出都是會通知他們 而且說的很清楚 但是如果是粉絲朋友 有的時候 我們都會在事後拿出來 教學或驗證的時候 才會告訴大家操作 因為真的是法規的限制 我們沒有辦法事先公開的講 那也請大家第一個多多見諒 那如果說你在操作上面 想要更安心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來到老師的身邊 對沒錯 好那再來我說過 這些股票假設我出了以後 我是不是手上有資金 對啊 我有資金我就可以去找一些 比較偏低水位的 就是低位階的 你說高值利率的 基本面比較優的股票 比如說我們最近跟大家分享什麼 半導體的六銅路商 那六銅路商的話 你會發現我最近其實一直跟大家強調 殖利率 為什麼我蓋這三檔殖利率比較高的 就是殖利率比較高的比較值得 我當然是先把它蓋起來 我對那一檔6.19%的好有興趣 那我還是先不想跟你講 我們先看4%的好不好 好啊 4%的就是紅一股 紅一股跟至上 其實紅一股今天表現不錯 還不錯 今天一度是漲7-8% 對但是我們沒有追高 其實我們已經講上禮拜 就跟大家分享 假設你上禮拜看了資料 其實你買是買在45塊附近 對 45塊附近放到今天都還是賺錢 今天已經快要50塊了 對那再來呢 至上的部分 今天也是收盤再創新高 快要挑戰100塊了 那我們上星期的話 你那麽90塊以下 經常買的話 就持續的創高 當然呢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 還有蓋一檔 還有蓋一檔 6.19%殖利率 這一檔是哪一檔 我告訴你 今天一度是要工掌停 對這一檔是哪一檔 趕快來加我們賴藥資料 比較快 老師你把那個字卡 再秀出來給大家看 就是加入我們的免費粉絲團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那麼加入之後 幫我輸入9958 9958 然後就把那檔 哇實利率6.19%的 半導體通路商股票給帶回去 今天一度要工掌停板 對那如果你覺得掌停板 我認為也不要再去追高 如果你不要再去追高的話 其實我們還有其他的股票 在這個禮拜的週報 我跟大家分享 這禮拜週報 我有分享好幾檔高值利率 5% 這種高值利率的股票 難道不值得你去留意嗎 那你其實也不見得要回復 比如說你不用回復我1788 週報賺報 我們都放在我們的LINE 下面有一個功能鍵 裡頭有一個賺報 你直接給它齊累 只要加入我們的LINE 我說明一下 如果你是用手機的朋友 如果你是用手機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下方的圖文選單 對 那你就直接去點那個索取賺報 那如果你是用電腦的朋友 那你還是幫我私訊一下 你說我要賺報 因為電腦的話 電腦沒有那個功能鍵 好不好 我說明一下 手機跟電腦索取的方式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你要買什麼 最安全 就是在大盤那麼震盪震盪的時候 我認為還是選擇高值利率的股票 逢第一步局你買起來 既安心 漲起來賺得又開心 對 不是很好嗎 那當然了你看 你已經錯過了很多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跟大家 還沒起漲的時候 遠雄才60塊 漲到現在已經90塊 那你不要再問我說 不要追高了 這還可以追嗎 不要每次都是我們股票漲起來 這還可以追嗎 是不是 不要問我這個問題 講起來的人不要追了 或者是你沒追之前先問說 老師可以追嗎 那還好 好不好 不要自己跳進去 然後等到他殺下來 我們都出掉了 你才說 老師那個遠雄 怎麼辦 我買這90塊 怎麼辦 還有機會嗎 怎麼辦 這樣不行 這樣就比較頭痛一點點 比如說像永信劍 你又錯過了對不對 要持續向上 那現在比如說像紅翼股 可能才剛剛開始起漲 我們中興店 又會員直接獲利百萬了 你說如果說你已經不想拆了 你累了 那乾脆啊 我建議大家 直接跟上我們的腳步 直接加入我們捷彎取值的計畫 對 捷彎取值就是高出低進 你照樣可以賺百萬 區間震盪不用怕 我跟你說現在的股市操作 真的是有非常大的難度 雖然每個人都進股是想要賺錢 但是有的時候 難做的時候震盪的盤勢 我們還是團結力量大 邀請所有的好朋友 加入基鼎老師免費的粉絲團 我們的Light Add ID是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那麼來到基鼎老師的身邊 我們一起結彎取值 居間操作 區間震盪的時候來回操作 照樣把你的這個獲利 在短時間內放大 一樣是可以成為百萬贏家 當然如果你手上的取股 最近感覺上有點長不動 操作起來卡卡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同樣是可以以股換股 同樣能夠持續的朝 我們的百萬贏家前進 台北股市永遠都有機會 隨時都有獲利的好商機 重點是你一定要展開行動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現在就趕快加入 我想大家一定都很想知道 當我自己在那邊 我旁邊這位百萬導師 到底在做什麼呢 他總是只留下電話號碼 080668085 讓我送他回家 失戀不可恥 可恥的是你走不出來 所以你現在手上的股票 不知道怎麼辦 明天我們再說 走出來好不好 加小老鼠GD1788 我們明天見喔 掰掰 掰掰 有了 有了 証券 投付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明天 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